画面上看到在美国西岸的大臣波特兰 以非裔民权运动 黑人的命也是命为号召的示威抗议 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 不但示威运动已经出现变职 而且民众与美国警方的冲突 也没有减缓的迹象 尤其是最近在网络上出现另外一段影片 一群非裔民众包围一名倒在地上的白人男子 不断的大声叫嚣 甚至有人出腿提中白人男子的后脑 被包围的白人男子不敢有大动作 只好坐在地上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不过有一名旁观的非裔民众 却开始对白人拳打脚踢 打得白人无法招架 后来虽然有其他人介入 拉开失控打人的男子 但是从这段画面看起来 美国黑白族裔冲突的状况 还没有和解的迹象